我还有一个事 我差点没死了参观剧主 你知道吧 为什么呀 还没什么 诸葛亮的兵进到原始森林里头 去抓孟霍的兵 孟霍的兵就都跑到树上去了 那都是群众演员呢 有一个群众演员就得套诸葛亮的兵 就是他抓的时候 在树上往下套套 套他 那个群众演员一走到那个 他就直走 一走到那个他就啥 赵少林说 赵姑娘 换衣裳 换衣裳 找一个大个的群众演员 把他的衣裳脱下来 我穿上 勒我 你说咱们是专业演员吗 傻乎乎的 一下套了 他等下等 你一下你这你套上了你一遍往上勒呀 当时就 马上送医院软骨勒伤了 再使点劲把那气给勒回去了 小老师 我觉得我现在笑吧 特别不善良 但是确实太好笑了 所以喝粥都不敢喝 喝粥都疼 大夫说再勒一下你就死了 勒肿了都 所以我 我说呀 有的时候就是说 为了有个发展 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如果要通过这个戏 把命运转变了 也算 也算可以 差点没死了 也算可以 下着个半死 这边差点没真死 那多了 那多了 所以那剧主的开玩笑 男的女的一见着我面 大象怕眼啊 就现在那个康洪蕾 一打电话 大象怕眼啊 耻笑我的话大 我跟你讲 你的自我反省 你像我们从小一身的功夫 演洋气狼 可以在马上都不用动僵声 那家马骑起来 随便空中啪翻跟头 能耐大 但是 停 停 停 我问你 你那个洋气狼 给你带来名声了吗 谁认识你呀 你 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 你自从认识我以后 是不是 项目不对 努力白费 对呀 工作不对 努力白费